今年肺烟道有毒议题吵的是沸沸扬扬 经过多方的会刊之后 在三处往肺烟道的路口都架设了铁围梨 防止游客散闯 不过此举也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 认为冷冰冰的铁围梨实在是破坏了大自然的警官 为防止游客散闯水南洞肺烟道 台电将可以进入肺烟道的三处路口都架设铁围梨 但是不少从小就住在金瓜石水南洞地区的居民 却十分反弹 尤其是要往常人社区的无机所隧道也被封闭 更让这些居民无法接受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 这个门可做但是麻烦 你看你好看 我们说实在还来第一点 我觉得重点跟他讲让他回去报告 再来这个门不是你说的跟他封掉就好 其实我们重点是不要让人家上被烟道 我觉得这个管控很好 OK 你知道这个门不是像以前的运框 我们这些老黑不是三十六月就是要走道路 这是我们的交通邀道 就是说水南冬金过秋 老黑对老黑也交通路线 这些反弹的人大多是瓜山校友会成员 这几年他们积极恢复金瓜石水南洞的索道 这些索道也是在地其老从小的记忆 但是现在却封闭起来 早期地方的重要连外道路让地方很无奈 那我们由市府这边环保局这边来建许 那发一个公文请他依据这个来研议 是不是有办法做一个解编的一个动作 那再请立委这边再从中央跟 反正我们议员我们负责市府 那你环保局负责市府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做好 那中央的部分我想立委这边 包括环保署他们会去沟通去 议员领取服务处表示 当初是因为飞烟道毒物超标 怕影响游客安全因而封闭 但地方未保留地方资产 也希望可以继续通行 到底安全和文化资产保留之间 该如何取舍 就得看政府如何处理 介诚为瑞芳采访报道